大家好 我叫霍勇 来自安徽 今年45岁 2010年来到北京 届时已经9年 相互干过多份工作 之所以平凡的变化跑道 源于一颗不安分的心 这个心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让我对人生充满了梦想 对未知充满了好奇 今天想介绍建这个舞台 寻找一份与销售相关 或者商务拓展的工作 谢谢大家 听说你有偶像 是吧 是有偶像吧 有 有 有 偶像在现场吧 现在有破路啊 她是男的 她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 女 女士 是位女士 对对 她长什么样 描述一下 长的 看我们来猜一猜 她长得漂亮吗 漂亮 她是现场的女士当中最漂亮的 也可以这样讲吧 她是现场女士当中 什么风格类型的 她是一种积极向上 然后不断地 判断不断地拼搏的那种 阳光的一个 一个女孩吧 大概什么年纪啊 她应该小不了我几岁吧 你 45 她也40出头是吧 对 李群有可能是 贺东东好像没到40 曾花应该到了 赵小叶40没到 那就是曾花和李群当中的一个 短发长发 我觉得已经天了 现在是长发吧 以前好像也是长发 以前也是长发 对 我记得 那就是曾花咯 是 是 是啊 偶像 允许你跟偶像表白一下 已经在中国呢 还有花呢 哇哦 谢谢啊 谢谢你的花 胡老师的花很好啊 这是送给曾花的吗 对 然后你想送的话 你说两句送给他们 说先得说两句话 说 真心话说两句 对 我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就不看你掩饰你的能力吗 你又了解曾花是做什么的 你也了解她那个品牌 你把这个品牌卖到一个单位 做他们的企业功夫 拓展训练用的服装 你自己现在开展业务 我们看你的销售能力呀 来吧 也可以 那我叫李总 你想找谁都可以 李总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咱们企业做功夫吗 我们的功夫是很专业的 我们食品企业嘛 食品企业啊 对对对 我们功夫是非常专业的 那么这边咱们如果是 咱们是几年做一次功夫啊 我们每年都有团建 团建的时候就会 就会当做员工福利一部分 会发一些 会发一些是吧 对对对 那我不知道咱们这边 有没有就是经常 给员工去做一些 拓展啊或者是一些旅行啊 因为我们斯凯乐这边 户外的这个油皮工夫 然后我想跟你来掐材 这方面的业务 肯定是团建 肯定是这种户外项目 会比较多了 但是我为什么选 因为品牌也蛮多的哈 我为什么要选斯凯乐呢 一个是我们这个品牌呢 已经做十多年了 然后这个品牌我们 我们那个老板呢 他是在亚军 所以这个品牌 宣传度也很大 另外我们这个 不管是产品 还是质量方面 都是 都是很过硬的 还有呢 这我知道 知道是吧 这个 我觉得这聊不下去 对这个的确听不下去了 这个会有 你这个会有 你这种状态太糟糕了 就我觉得就是 我想大概每一个销售 都想碰到群姐这样的客户吧 就是你太惯着他了 就是会有你的那个状态不对 你去争取一个客户 不能把双手还插着腰的 你在介绍你的产品的时候 你没有专注在你的产品上 然后你去介绍的时候 我老板以前 后过什么样的关注度 但这个东西不是介绍你的产品 它不行成 它必须要形成购买行为 这个决策 因为你之前是自己做过的 所以我们觉得 在这一点上来说 你没有提前出 以前你在这个行业的经验 我感觉什么 我感觉她不是来找工作 她的状态 她今天就是来见见她的偶像 所以来到这儿了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曾华 就是你喜欢她的原因是什么 除了刚才你所说的 拼搏向上的那种 向上的生活姿态 你为什么喜欢她 因为我那时候 关注赢的中国 关注那档节目 对对对 因为她表现得太别好 下次六小爷都给她点赞 都投票给她 那你要这么说 董明珠也很拼啊 你也应该喜欢董明珠啊 对吧 那我跟她谣不可及 你跟她难道就谣得可及了吗 对 你喜欢她的什么 你说曾华 你说漂亮 她也不是最漂亮 你说她努力 我们女企业家都努力 你说她独立 我们这些品质 他们也几乎都有 你说她是个好妈妈 那个赵小叶也是个好妈妈 贺东东也是个好妈妈 这 你喜欢她的特别点赞 十年情缘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 哪些 就是她在 她在认识中国 所有的表现都 因为我现在九年 我跟她们见过 因为一面之缘嘛 因为期间 我们根本都没有打过交道 我每天走到公司门口 都没有机会 去跟她说 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认识中国的这些感受 看完人的话题聊一聊 所以你也不了解真话 对 我不了解 就是从天上看到的 其实人往往是 要么我欣赏跟我同样特质的人 要么就是我没有拥有这个特质 我会极度地向往她 所以我才会向往像太阳花一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销售就别说了 司机干得好吗 司机因为我之前 做过代价 开过转车 几年的价龄 我10年拿的价格 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如果做司机的话 因为我告诉你 做司机不是一辈子做司机 对对对 如果你做司机有幸能够跟他们一起接触 也可以转岗的嘛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五千 五千 管住的 要管住 在北京 是这个意思吗 你还能干别的吗 除了司机之外 销售是别提了 你销售不行 我肯定干销售的 你干销售刚才演出的 那时候可能我紧张 我们比还好吧 销售你要求薪资多少吗 五千家 也是五千家 你觉得你今天是因为紧张造成的 可能表现不好吧 表现不好 但是你还是想做销售 对 然后司机是第二选择 司机我就不选择了 直接炮掉算了 第一轮选择薪赫薪赫 今天来 我也想让各位的企业 给我好好地编撕编撕 其实这个目的也是达到了 其实我觉得 我自我认知可能会更清晰 曾华再送他一句话吧 你不是喜欢我身上的阳光吗 我觉得阳光是因为自己很有能量 他愿意去照耀别人 他内心是纯阳的 他没有太多的阴暗的角落 这个第一点就是能够放下 每一个人在生活中 都有可能有人曾经得罪了你 或者有点点不开心 就一笑而过就好了 我觉得你应该借花献佛 把中间那朵向日葵反送给你 是的 对 我觉得 会也要像了奎一样的 每天像的阳光 好 谢谢她 加油啊 希望曾华能唤起她心中的那一丝温柔 我觉得刚才花姐拿着花 然后仰着脸对着光走 我这样子好美 我觉得你一定会带给她光芒和力量的 很多年没收到花了吧 我从来没收过 你从来没收到过花是吧 那今天收到花啥感觉 带着正能量 带着正能量 好 谢谢你 再见 谢谢你 谢谢你